梁先生 实不相瞒 您刚才说了接近两分钟的废话 拐弯抹角 避重就轻 我觉得您对于关顶 以及我们所开发的芯片领域 并不是很了解 李小姐 抱歉 梁先生 我不想再耽误时间了 李小姐 怎么了 没事吧 我看 你就破了呀 李琴 很多年前 我还是个经济学的学生 老师曾经问我 在求知的道路上 除了天真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回答说是保持理智 今天发现 有时候理智可能是个 狗屁 林长明 林长明 放开他 林长明 你 快跑 快走 走啊